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亮而欣喜的盯着他 哦 原来是徐青啊 有什么事情吗 九幽眼睛一抬 笑了笑 看似温和的语气当中 有着一些巨人千里的冰冷 九幽本就是不容易接近的性子 虽然他和徐青以往勉强算认识 不过这些年来 在他看来 徐青倒是和陌生人差不多的 望着九幽那对狭长的眼睛 徐青却是微微的一致 平日的那种从容瞬间消失 甚至连心脏的跳动都变得快了许多 只是那对眼睛越来越明亮和炙热 欢迎你回来 哦 谢谢 九幽既不冷漠 也不温柔的轻轻点头 没有要和徐青过多交流的意思 转身离开 这让原本鼓起勇气 想要再度说些什么的徐青 瞬间就垮下脸庞 他自嘲的怂怂肩膀 但是盯着那道倩影的目光当中 那抹青木之色依旧是没有丝毫的减弱 看来你的下场比我好不到哪儿去嘛 在徐青身后 突然有幸灾乐祸的声音传过来 他转过头去 就见那周月笑眯眯的望着他 至少我没被人撵着跑啊 徐青回忆颜色 周月喜欢唐冰的事情 显然不少人知道 毕竟当初这个家伙躲在九幽宫内 可是被唐冰提着剑给撵出来的 这样说起来 我们也是有些同病相怜呢 周月也笑了笑 转起他微眯着眼睛 望着跟在九幽身后的一道倩影 我打听过了 那个跟着九幽回来的叫牧尘 看来这一次 九幽是打算让他代表九幽宫 来参加大罗紧持的争斗了 你怎么看呢 反正正不到我们这里来 徐青微笑着 他知道不管牧尘究竟简单与否 都绝对无法动摇他的那个名额 因为他对自己的实力拥有着绝对的自信 四大统领之手可绝对不是用嘴皮子说出来的 是啊 这次倒是有些好戏看了 我倒是想要看看 这个牧尘究竟能冲到什么地步 两个人都是一笑 宣吉转身离去 那徐青对你还真是有意思呢 树道身影掠过天际 在回九幽宫的路上 牧尘靠近九幽 郑重地说着 闭嘴 九幽白了一眼 这个无聊的家伙 藏兵和唐柔都是一笑 那吴天和曹锋 你都见过了 怎么样 有把握吗 如果 你想要获得大罗金池的名额 那么 至少要打败他们其中一个人 现在还不好说呢 不过呢 两个月以后 我会赢他 两个月的时间 牧尘应该能把大日不灭身修炼成功 而到那个时候 同样拥有了至尊法身的他 将不会忌惮任何同级别的对手 即便那吴天拥有着二品至尊的实力 可他依然不会有丝毫的惧怕的 唐冰和唐柔 望着少年脸庞上流露的自信 都是有些惊讶 他们对牧尘还不算了解 所以他们并不明白 牧尘究竟要怎样 才能在这短短两个月的时间 拥有巨大的进步 毕竟 现在的他 看起来的确和吴天 这个牧尘 他真的能办到吧 牧尘加油 唐冰和唐柔对视一眼 对牧尘轻声的说着 那近乎一模一样的美丽脸颊 他在此时有着一些鼓励和期待 这将会是九幽在回归之后 他们九幽宫的第一站 所以是至关重要的 望着两个美丽女孩眼中的鼓励和期待 牧尘也是抬起头来 深吸了一口气 然后他微微的一笑 看来那大罗金池的名额 他是必须要拿到手了 不过 更让他有些期盼的是啊 他终于可以开始修炼 他梦寐以求的 大日不灭身了 那将会是 他通往盖世强者之路的起点 咱们再说血盈殿 血盈王正面色阴沉的坐在王座上头 他双目威逼着 但是那弥漫开的阴身杀意 却令大殿内的众多血盈殿强者 都不敢言语 谁都能看出来 现在的血盈王心里头颇为的暴怒 大人 最近我们正在吞并九幽宫的一些行动 是不是要放缓一些啊 放缓 血盈王睁开眼睛 阴冷的望过去 先前说话的强者顿时浑身一寒 一个异乡天开的女人而已 你也想让本王忌惮吗 传令下去 加快速度 接触九幽宫麾下的各大城主 只要他们转投我血盈殿 本王可以给予他们诸多好处 如果不然 那就是看不起我血盈殿 日后本王计较起来 是 血盈殿内诸多高层急忙答应 血盈王的目光再度转向吴天和曹锋 这一次的大罗矜持之争 名额 我都为你们争取了过来 希望你们不要让本王失望 吴天和曹锋赶紧报权答应 另外 看样子 九幽似乎对那个叫牧尘的小子 很是看重 既然 他信心这么大的话 那你们就在大罗矜持的争斗当中 把他给废了吧 吴天文言以后和曹锋对视着 两人的脸庞上头都有着残忍的笑容浮现出来 正有此意呢 九幽宫的修炼势力 牧尘静静地盘坐着脸庞平静 他周身的灵力波动也没有丝毫的波澜 他并没有直接开始修炼 而是静坐了将近两个时辰 等他的心境达到真正的心境如水以后 那微闭的眼睛这才缓缓地睁开 他双手结印 一道幽光 自其体内掠出来 最后悬浮在面前 化为一叶神秘的黑纸 正是隐藏着大日不灭身修炼之法的不朽之夜 牧尘静静地凝视着他 这一叶古老的黑纸 蕴含着让无数至尊强者为之疯狂的秘密 那万古不朽身的价值 足以让天至尊都难以保持平静 他能够将他得到 到底确是一份天大的浮原的 把这叶神秘黑纸召唤出以后 牧尘的法印再度变换 三道光团自其须弥灼内掠了出来 三道光团内 可怕的灵力波动不断地扩散着 隐约间仿佛有水浪般的哗啦哗啦的声音响起来 那是因为灵力雄浑到了一种恐怖的地步 而三道光团内 自然就是牧尘千辛万苦才凑齐的三道修炼材料 九阳灵芝 虚空大日果和不灭神叶 三种材料都是稀罕无比 牧尘能够将它们凑齐 不知道耗费了多少精力 不过所幸的是 老天不负有心人 如今三种材料尽在手中 那原本有些遥不可及的大日浮灭神 也是能够真正地开始修炼 牧尘修长的手指轻点而落 落在不朽之夜上 就见那神秘的黑纸上 幽光在涌动着 最后啊 就像是 有着幽光红流涌出来 顺着牧尘的手指涌入 他的体内了 磅礴 而古老的气息 在此时牧尘的脑海中炸开 那股红流 令他的身体微微颤抖着 不过 他却强行忍耐下来 不断地接收着 那磅礴的信息当中 有关于大日不灭神的 复杂修炼之法 这种接收 持续了足足十数分钟以后 才算结束 牧尘的双目 陡然睁开 黑色毛子 紧紧盯着面前的 三种天才地宝 眼神凝重 从先前的信息当中 他知道 修炼着大日不灭神 他仅仅有一次机会 这不仅是因为材料的珍惜 更多的原因 是因为一旦失败 那么身体就很难再适应 大日不灭神 所以之后 即便是再度集齐材料 也无法再修炼成功 这大日不灭神 根本就不给人第二次机会 一旦失败 就永远无远 如此苛刻的修炼 让牧尘的心头都是一颤 不过这种精灿 很快就被牧尘镇压下来 他深吸一口气 黑色毛子里再没有丝毫的犹豫 不管这大日不灭神 究竟有多么难以修炼 他都绝对不会放弃的 而且他一定会将他修炼成功的 因为他答应过那个女孩 牧尘双手猛地结印 眼神灵力而坚定 那就开始吧 牧尘心静如水 仿佛连周身的灵力都悄然地收敛 犹如一坛深不见底的忧坛 不过当他的心静平静下来的时候 他体内的至尊海中 却开始翻起了滔天的与浪 活了啦 活了啦 紫义盈盈的浩瀚至尊海内 在此时卷起一举浪 竟然有着哗啦啦的水声响彻而起 一股庞大的灵力 正在至尊海内凝聚的 想要凝炼至尊法身 需要庞大的近乎可怕的灵力 而现在的牧尘就必须为其做准备 在那翻涌的至尊海中 一道金光缓缓地浮上来 然后盘坐在了海浪当中 那正是牧尘的神魄 而此时在这神魄的面旁上头 也是布满着凝重的 一口有着紫色火苗掺杂的灵力 自神魄嘴中栩栩的喷出 旋即他的眼神陡然凝重起来 双手猛地截出一道复杂而奇特的法印 就在牧尘法印结成的一瞬间 这至尊海内顿时有着轰隆隆的巨响声响彻起来 就见一道道巨大的灵力光柱 自至尊海内暴冲而出 灵力光柱冲天而起 玄机陡然地俯冲而下 就像一道道巨龙 最后以一种震撼眼球的姿态 狠狠地冲撞在一起 整片至尊海 都在此时被震得掀起滔天巨浪 璀璨的紫光 自至尊海半空弥漫开来 在那碰撞的中心地点 狂暴的灵力 令空间都呈现一种扭曲之感 牧尘的神魄 抬头凝望着那璀璨之地 他的手再度结印 至尊海 再一次地震动起来 无数道灵力 就犹如水莽一般冲天而起 最后尽数对着紫光弥漫之地 呼啸而去 那一幕 仿佛是长径西水般极为的壮观 磅礴的灵力 不断地对着那里汇聚着 而伴随着如此磅礴的灵力 不断灌注 那片紫光之地 也越来越璀璨起来 在璀璨间 隐隐地 似乎能够见到一道巨大的光影 正在缓慢地成形 这是修炼至尊法身的第一步 以自身灵力 凝炼出至尊法身的最初的雏形 这一步 唯有依靠自身的灵力 这片浩瀚的灵力海洋中 不断有举大的灵力光柱 伴随着牧尘神魄手掌的挥动 冲天而起 最后尽数地灌注进入 那道巨大的光影之内 而至尊海中原本磅礴的灵力 显然也在以一种惊人的速度 被消耗着 不过这一步 对修炼根基颇为雄厚的牧尘而言 显然并不具备多少威胁性 他至尊海洋内的灵力 完全是由自身修炼而来的 再加上他融合了不死火 灵力的质量 也是远非寻常的至尊灵力 可比的 灵力的灵力 灵力的灵力